我是天津人 天津一般跟大部分的地方都是一样的 都是吃饺子 韭菜 鸡蛋 虾仁 汤圆 还有一些家里会做一些扣肉 山西太人 今天能吃一顿饺子 我就是北京的 吃饺子吗 饺子猪肉的 还有猪肉白菜 还有猪肉秦菜 是广西的 吃汤圆 我喜欢吃花生的 所以我家一般都是花生的 还有芝麻馅 大理 吃饭 大概是这么大的一块 然后桌上大概烤上四五块 然后仗着那个糖吃 我是来自江苏徐州吃饺子 我是四川的 在我们老家那块的话一般会吃羊肉汤 习俗说的吃羊肉汤寓寒 外地的朋友来到四川的话 我会推荐火锅后的吃羊肉汤寓寒 就是吧 冬天 有湖南人 我们那边吃鸭子 我们那边的一个特色菜叫血鸭 工智就是一个二十四节气嘛 二十四节气之一嘛 然后对他最大印象就是吃饺子 就是跟那个地月轨道有关系吧 一年里边就是白天最短的一天 大概就意味着一年快结束了吧 我记得本科的时候 我会和室友去吃羊肉粉 他是贵州的 因为那节日然后你回家团团圆圆的 其实这就挺好的 一家三口或者是吧 就那种就挺好的 团圆吧 其实有好多比如说像我的哥哥什么的 我们都会团聚在一起 我觉得这个画面还是比较温馨的 在那个店考桌上考 然后就一家人围在一起 考词吧 那个画面嘛 然后看着电视 就挺怀念家门人都一起干活 一起吃饭那种场景的 在老家的时候就自己家杀羊嘛 然后自己做是老家一家人吧 再也回不到以前了吧 因为现在老家也没有喂羊的了 所以说成了一种永远没有办法 能够再体会啊 或者是再重温一下 应该是永远没有这个机会了 那件事 除了我妈妈每年都是在这天生日之外 我上高中的时候 当时我妈妈上班 同学的家长会给她送饺子 然后就会把我那份一起送过来 我们一起吃 只要跟家人在一起 每天都是冬至嘛